老婆我們怎麼認識的 亞洲人比較不習慣這種 他就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亞洲人 外國人呢會非常注重味道 那有的時候其實陽台比冰箱還冷 所以他們都會把魚啊肉啊蛋糕啊就放在陽台 但是我剛認識你的時候你都沒有鬍子 我已經四年都沒有過我的鬍子 天啊 帥哥就是帥哥 大家好 我今天準備非常特別的影片 因為我有台灣的老婆 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 但是我有台灣的老婆 重點就是很多人對我們的生活很有興趣 而且問我們很多問題 所以呢我今天不是一個人想要拍這部影片 我今天請我的 老婆來 你們一起拍這部影片 結果我們兩個人都要回答他們最常問的問題 我們開始吧 Let's go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麼認識的 老婆我們怎麼認識的 我們在美國工作的時候認識的 你為什麼看見到你這樣子不記得嗎 我會緊張啦 你問見了嗎 大家都說我們家人 我們一起參加了同一個計畫 那你第一眼看到我的時候是怎麼樣 我很興趣記得 新同時來報到 然後我看到他看到別的台灣人 他們都看起來很可愛很年輕 我那時候覺得你15歲左右 那時候不是長這樣子的 我是長這樣子有點像有一個西瓜這樣子 照片 我們在那個早上他看起來笨笨的 他是這樣子 他是這樣子就這樣 我會覺得很怕 因為我比較微博 我比較害羞 所以我那時候會覺得他非常可愛 已經笨笨的但是好可愛 可是我那時候有注意到 我190公分 但是我注意到余君是因為他怎麼可以跟你們講俄文 然後又長的是亞洲人 余君是一外一個人 他是吾斯別客人 他現在也在台灣 我跟他拍影片 你們可以按照那邊 然後繼續看他的影片 OK 你是一見鍾情 你第一眼看到我就覺得 哇這樣子 碰上了 第二個問題 你是怎麼追我的 你最近是我追你了 是啊 還是你追我嗎 你追我 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 他就覺得 哇這女生真是太棒了 然後呢 第一天嘛 那時候主管在分配的時候 就分配到 我給他 吾斯別客的朋友 他的影片再次可以繼續看 我就給他帶 你那時候覺得怎麼樣 我那時候會覺得不太滿意 所以我就去找我的老闆 然後跟老闆說 我想要這個女孩 跟我一起工作 然後老闆說 OK啊 如果你你想要的話就可以了 你還記得第一天工作怎麼樣嗎 我唱歌給你聽 我們看影片 這裡 他都會很主動的看到我的時候就抱我 你記得嗎 我們西方人就是比較開放 最好是你就是喜歡抱我 其實我跟朋友們也會抱抱的 所以他每次都覺得很害羞 我抱抱他的時候 他的臉都沒有 好像這樣 你知道嗎 亞洲人比較不習慣 我們就懂肢體上的接觸 以前媽媽都說牽手會懷孕 然後他每天抱我 我都很怕我懷孕 你好像懷孕好幾次 我記得那時候 他抱我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說一句俄文 請你留留別人 這是你愛我們意思的 對 結果之後我問才知道 哦 原來他每次都在示愛 如果好像真的愛我 對啦 之後呢 這個是NLP 什麼意思 你們在這裡可以 教我一下這個資料 你們俄羅斯人都是這樣嗎 追女生的時候 大部分好像是 我的部分的朋友 都是比較主動 他主動到就是 每天下班的時候 他會直接來開我宿舍的門 謝謝 然後我們都會被嚇到 但是 讓你們開心一點 我那時候為什麼吸引你 最大的原因應該 你那時候看起來很老實 很單純 很單純 對對對對對 因為單純的人沒有很多 所以覺得這個是很特別 第二個就是我非常喜歡你的外表 他就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亞洲人 所以我覺得你的外表好特別很漂亮 我不要在哪裡 第三個原因 他就是他對別人非常好 他不管大家都做好的還是壞事 他都覺得要對別人很好 對 因為現在的部分人 都找自己的那個理義 所以覺得這個態度也蠻特別的 好 還我呢 所以你為什麼喜歡我 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在整個團體裡面呢 都是大家很喜歡的那個人 每次工作上要分組 大家都是說 哦 我要跟他運組 常常會有人說 欸 我要去找他玩 就代表說 欸 這個人的人緣很好 對人也很好 所以才會這麼多人喜歡他 第二個點呢就是 不是聰明嗎 就是很有知識 超像水 知識很豐富 很喜歡學習新的東西 他的生活是有趣的 第三個就是呢 他很照顧他覺得重要的人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你在外國認識的人 他們可能就是只是一個很短暫的戀情 只是想玩玩的 可是即便我們知道 在幾個月之後 我們就會各自回各自的國家 可是我是可以感覺得到 他是很認真的 是對待我 還有就是看待這一段感情的 就感覺他有本錢 可以跟很多女生搞曖昧 可是呢 他不是很花心的人 You're not at playboy 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 然後看起來呢 很愛玩 可是實際上 他是一個做事非常認真的人 所以我喜歡這種反差矇 看到的呢 跟實際上不一樣 所以我們怎麼確認我們的關係 還沒確認啊 你都沒有問過 我要再當你女朋友 然後我們就結婚了 對啊 啊 幼稚人跟那個歐洲人的差別就是 如果我跟那個歐洲的女神 開始那個戀愛 我不要跟他說 你想不想當我的女朋友 我們好想已經知道 對不對 但是他那時候一直都說 哦 然後我不太確定我們是一個情侶還是不是 因為你還沒有問我 情侶關係 對 有點重重的對不對 明白 很多人因為是這樣就會 錯過了 錯過很多機會 這個是文化上的差異 我們回想起來啦 就是真的好像有比較確認關係 應該就是 那時候有一次 在公車上的時候 你怎麼樣 對啊 你要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你怎麼樣 不是 你要 你要 你要表演啊 我們現在 你就做得很緊 結果是這樣子 我這樣子 可是 在那邊是 然後他就看著我 暗暗的對不對 對 暗暗的 所以就這樣 開始這樣 他又開始很害羞 因為是台灣人 我們那時候又開始親親 對不對 不要講 沒有 就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是 是 我 給大家 不要生 男子 下一個問題 我們有什麼話特別 而 外國人呢 會非常注重味道 什麼都要香香的 他們去哪裡都會 不管男生還是女生 都一定會噴香水 每一天呢 都會洗 兩次澡 所以 這個是 我一剛開始覺得 哇 壓力好大喔 這樣我每天都要想想的 而且可能過來的時候他就會先 然後就問你有沒有想 我覺得 我們最大的特別就是 因為我是俄羅斯人 俄羅斯的氣候就是比較冷 我們吃飯之後 我們平常會把樹就是留在桌子上 沒有蚂蚁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所以 我常常在台灣也會這樣子 洋芋片呢 也不會蓋起來 因為在俄羅斯天氣很乾很冷 你就算吃完洋芋片 放在桌上 你兩三個小時回來 它也不會壞掉 可是在台灣 你只要放超過可能30分鐘 就軟了 老婆也就睡著的 好煩 每次都會嘮叨 哇 你為什麼這個沒有睡起來 喔 然後呢 還有一次 他媽媽問我說 你要不要吃蛋糕 然後我說好 然後結果他媽媽 從 陽台 把蛋糕拿出來 這也是嚇到我 因為在俄羅斯 非常冷 你冬天去基本上都是 負十幾二十度 那有的時候 其實陽台比冰箱還冷 所以他們都會把魚啊肉啊 膳膏啊就放在陽台 沒錯 還有一個呢就是 外國人的毛真的很多 因為亞洲男生 基本上都不太會有很多什麼鬍子啊 還有你看這邊 會蠻不習慣的 因為你看這樣子 輕踏的時候 都會這樣 啾啾 可以刺刺的 對 就會刺刺的 然後每次跟他講說 欸 你可以刮掉吧 他都說不要 因為這樣子比較帥 女生比較喜歡 對 但是我剛認識你的時候 你都沒有鬍子 對啊 我在美國沒有鬍子 你有沒有考慮把它刮掉 剛好我今天有一個產品 你有沒有 真的假的 好假喔 我跟你們講 我已經四年都沒有過我的鬍子 四年知道嗎 你們想看他沒有鬍子的樣子嗎 OK 真的嗎 好 這個就是我收到的產品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會看到 會再沒有鬍子 對不對 你也是 我四年後再看一次 四年後再看一次 好的 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覺得很適合外國人 跟我一樣有鬍子的外國人 它是可以乾濕兩用的 這邊手把的部分呢 它有做一個防滑的效果 就是如果說你在浴室有時候滴水 然後呢 你就是鬍子太硬了 像他一樣可能抓不好 防滑呢 你就可以 就不會掉 它是一個浮動的4D刀頭設計 可以接合不同的臉型角度 外國人的臉很長 都可以刮得到 如果今天你的臉長得很短呢 也可以刮得到 如果今天你的下巴很長 如果你今天有爆牙 如果你今天臉很胖 它呢 都可以去負責得到 3D刀頭的設計 還有一個三環安全的刀網 這邊你們可以仔細看 會增加一個在臉上的接觸的面子 可以有效率的呢 去幫你把你的鬍子除乾淨 它除了可以刮鬍子 還可以鼻毛 我們看得像 鼻毛是這個東西 它看起來是這樣 你今天要刮鼻毛嗎 可以耶 你可以試試看 真的嗎 我看一下 好像可以耶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剪頭髮 這個也可以用 建立的頭髮這樣子 剪頭髮的功能還有 3分 6分 9分 都有 很方便 那你昨天才剪頭髮 亂費錢 對呀 然後 這個後面呢 還有一個可以剃 鬢角的 貼心的小小的設計 然後呢 這個東西很簡單洗 這個頭可以 換別的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試試看 建立的筆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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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cut it OMG 我真的很久沒有過鬍子了 我要試試看鼻毛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這個鼻毛 放這個鼻毛的頭 哇 好 BANG 我們現在 終於可以刮我的鬍子 全部的 你們準備好了沒 你們今天會看到 新的花園菜 你喜歡我有這個鼻毛 看起來很棒 這個也要棒嗎 要 I like this 我看 哇 其實沒有鼻毛會很帥 你看 好的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用這個東西 掛比較乾淨一點 你看 天啊 帥哥就是帥哥 It's cool actually Wine Passage 1 2 3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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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沒有鬍子的灰的菜 你們看 你們第一次看到我這樣子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太年輕了 我輕輕 這個還有一個 智能狀態顯示 剩餘的電量 以及還可以使用的時間 都會顯示在握把上面 它還有一個智能鎖功能 連續按3秒 2 3 這邊呢 就會顯示一個鎖 再長按3秒 2 3 它又會解鎖 充電1.5個小時 就可以充滿電 置放東西的盒子後方 插下去 即充電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說起來囉 好 謝謝 在片子下有他的網站 去買 BOOM 下一個問題 我們是怎麼維持遠距離的 我們遠距離多久 好像兩年 從美國回去之後 他回去俄羅斯 我回去台灣 他還是學生 他那時候在念研究所 所以我們都各自在 各自的國家忙 你覺得遠距離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遠距離最重要的 就是相信你的對方 對 信任 信任是最重要的 不然你會 每天都很擔心 他會不會在別的國家 找別的女生或男生 對我來講 遠距離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保持聯絡 很多人他們遠距離是 視訊 可是他們可能就是把鏡頭擺著 然後你就是各做各的事了 但是我們之前遠距離 我們最少都聊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我們都會約一個時間 兩個人就是坐在椅子上 或是躺在床上 就這樣拿著手機開始聊天 而且是真的面對鏡頭 一直聊一直聊 然後問問題 我們有興趣 在其他方面 對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都算是話很多的人 很多人會說 可是聊到最後 不是就沒話題了嘛 因為你不一定 每天都有發生有趣的事 可是 如果說他今天沒有發生有趣的事 我可能就會問他說 那你的朋友 有沒有發生有趣的事 那你的朋友 怎麼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的 他可能就會問我 我小時候發生過的事 這樣說 不是為了問問題 就是問 我們因為我對他的生活有興趣 他對我的生活有興趣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 不想問很多問題 除了視訊之外呢 每一天一整天下來 我們都會傳訊息給對方 拍一下台灣的捷運 拍一下俄羅斯的捷運 今天中午吃什麼 傳給他 然後他也傳給我看 那你就又會再從中間 又會有話題 其實我覺得 維持遠距離 這比剛剛更重要的就是呢 你一定要知道 什麼時候結束遠距離 嗯哼 對 最重要的就是知道 你們的未來是什麼 對 就是 如果沒有 沒有未來 其實也不用談了 那時候其實他就很明確的就說 我要搬家台灣 這個遠距離對我們來講 還蠻不辛苦的 一年後 兩年後 我們都知道這個東西就是我們 對我們就是會結束 一定要做這樣 對 所以我們很厲害 好想說 親親 不要啦 你親太多次了 哎呀 他是Misha 棒 下一個問題 就是那什麼 大家 我們 我們 大家也很常會問我們 我們怎麼溝通 我們基本上都是用英文溝通 可是英文都不是我們的母語 所以呢 其實有的時候溝通起來還蠻困難 有些很深沉的心情 還有想說的話 就沒辦法表達得這麼好 之後他就有學中文 現在呢 也可以用中文講話 然後我老婆也有學俄文 但是還是不會講俄文 主要就是英文 再來就是中文 最後一個問題 我怎麼跟他家人相處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去看他父母 如果他要離開房子 我就覺得很尷尬 因為只有我跟他爸爸在一個房間 我那時候完全不會講中文 所以我們兩個人 坐在一個沙發上 這樣子 看著這樣 不知道怎麼做 很尷尬 我們都兩個人都會 等他來 幫我們翻譯一下 但是之後他開始學中文了之後 也會溝通 其實他就會常常 有的時候我 不在家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跑去我家 跟我的爸爸出去 會打電話啦 給我媽媽 問說有沒有東西吃 他算是 把我的家人也當成他的家人 其實他父母真的很棒 我聽說 我很多朋友們的 那個對方的父母 都不會接受 太接受 這個關係 所以你很幸運耶 對啊 幸運 媽媽爸爸很棒 那你喜歡現在的生活嗎 喜歡啊 當然喜歡 一到一百分 你會給幾分 一百分 好的 我們的影片應該是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是 謝謝 大家 這需要的你們留言一下 我真的想要知道 我比較好看的樣子 有鬍子還是沒有鬍子的 你們留言一下 如果你們還有其他的問題 想要問我們的話呢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次我們再拍更詳細的影片 跟你們講 對 更多的故事 對 這樣子我講對了嗎 記得 訂閱 按讚 追蹤 分享 喔 厲害 OK 棒 謝謝我們下次見 蹦